是接下來這個物件 很漂亮耶 每一個 手鏈 對 翡翠都很綠 顏色都很美 這個小件是怎麼來的 對啊 這個就是 什麼形狀都有 也是這個朋友 他們家的老件 那也是在你當初買第一件之後 沒多久再入手嗎 對 因為他本來叫我買一個玉琢 可是因為玉琢很貴 然後我其實不喜歡 帶很硬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玉琢很不方便 對 然後我喜歡帶軟軟的東西 我也覺得這樣比較貼著皮膚 也比較舒服這樣子 所以我就跟他 買了一個這個這樣子 對 其實做這個很有巧思耶 對啊 雖然是一些 零零碎碎的 但是他把它總結在這裡面 對 也很漂亮 有圓有方 而且每一顆都是老坑的 對啊 我就說它顏色 什麼叫老坑啊 老坑就是說 這個是在那個 很久以前就開發的坑口 它的那個坑口的特色就是 綠 然後很透 那是老坑的 它好漂亮 對啊 而且它戴起來很 真的很亮 它戴起來很好看 而且你在轉動的時候 它又有不同的面貌 對不對 它非常好看 所以這個價格 它也算我很便宜 因為它說是老件 所以只有算我三十萬 三十萬就好便宜 你是怎麼 這什麼概念啦 他覺得他有便宜賣它 我覺得他有便宜賣我啦 他是很相信這個人 我跟你講這個三十萬 算便宜的啦 我看到這一條手鏈呢 其實我想到 二十幾年前 那個誰 李嘉誠的孫媳婦 高雄的成家 要嫁進去 那一條手鏈 就是我幫它設計的 那那一條手鏈呢 全部都是不規則型的 跟這一條很像 所以它設計起來的款式 就很比較年輕 比較活潑 對 講話 你若形式 每一顆都是大蛋面 這樣做起來就老氣了 對 雖然很豪華 但是很老氣 所以這種款式 是我欣賞的 是 這個是個可愛的 就是說利用一些 凝凝碎碎 做下來的東西 然後再造型 你知道蝴蝶造型 圓形什麼的 對 然後把它拼起來 是 這乃是 這不是主題的設計 對 不會是主題設計 對 那第二點 你想你去買這個LV LV的那個VIP的 那個慶功的那個場面 那個場面值多少你知道嗎 就值二十萬 對啊 為什麼 因為光它辦這個LV 尊榮感 它LV辦這個Party 最常要花五六百萬 是啊 對啊 可是你這個 人家沒有幫你辦Party 沒有 而且是存貨 是 對 是存貨 從那個保險箱裡拿出來 還拿 趕緊拿布擦一擦 放得過的 主傳的老坑 老坑物件 沒有 做金融業的 三十萬 三百萬 三千萬 都是小事 像瘦子 真的 我跟妳講 我以前就是這樣 我買房子的時候 我想說 那個好 那個很多零 我好像不會有感覺 我只有在看月付金 到底要付多少錢 我沒有在看總價 一點都沒錯 所以我們做金融業 常常就是變成怎麼樣 對 麻木不仁 對 麻木不仁 多少兩千 瘦子 兩千萬 天啊 好 我們來劃入主題 但是東西是好東西 但是價格我就不能評論 我只能告訴大家 應該是多少錢 知道嗎 你們好 這個我很期待 請見價 二十二萬元 十二萬元 也就是說 我們從它的手工設計 選料 然後加上它的利潤 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當然啦 也不錯啦 也不錯啦 我很樂觀的 這條手電它的設計款 就是跳動式的 它是屬於比較年輕的款式 那同樣的 譬如說在我這一本書裡面 有 這個叫那一葉有喜事 對 這個 這個是有那個畫面喔 可是那一葉有喜事 就從這一片葉子 發展出來一個主題式的 它就變成一個葡萄串 像這樣這種成熟型的話 你平常要每天配戴就有點藍 所以它還要搭配一個戒子 這個戒子 它上面也是葡萄葉 然後上面還有一隻瓢蟲 那這樣的話 就會變成是一個套組 所以你很多的小物件 要組合起來 變成是一個大主題的話 那你可能 不是只有單戴一個 墜子 你還要再搭配那個耳環 或者是戒子 那它要花的錢就更多了 好 明白 接下來 我說真的 剛剛這個比較小一臂 是 我覺得還滿雅致的 但是我的目光還是移不開 妳這兩個手都好亮喔 尤其是這一個 鑽錶 我的天啊 感覺滿帥 而且是名牌 就是妳最喜歡 妳的名字C牌 對 Chanel的 這個應該是 熱騰騰的收藏喔 對 它這個的話 是需要先預訂的 然後呢 要先預訂啊 先訂款 那個再從法國再送過來這樣子 所以它 這支錶 這是新歡嗎 這是妳新歡嗎 要三百吧 還不用 還不需要 對 看妳拔的我都緊張了 這個入手多久喔 這個啊 這個還很新鮮耶 這個大概三四個月吧 三四個月的新歡是不是 但是我等很久了 我等很久了 還得等 又要搶是不是 就是 因為這種比較貴的東西 它不會 沒事放在台灣 對 它需要有人order 它才會做這樣子 對 它每個月生產幾支 是固定的 對 因為它那個生產的那個師傅 是 大概十幾個師傅 有香鑽的 是 有做金屬的 是 有那個裝配的 那十幾個師傅 它一個月就做這幾支 對 而且它做這幾支 它有一些特別款 對 你比如說它 保石面的 貝殼面的 尤其像這個貝殼面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一個貝殼面 那你這個是滿天心面 對 是 我們來讓大家也欣賞一下 真的 因為我覺得從鏡頭看 可能還看不太清楚 這得放大看 看看它的 因為很多香鑽兒 或者是名牌的一些手錶 很多是假的 就是說用貴金屬跟鑽石 把它鑽成這個東西 其實也不是非常難 當然 可是難在哪裡呢 難在這個 這個上面的這個 字體 是 就好像說原廠的汽車 它的那個車體的那個字形 只有車場有 你別人做不出來 是 然後我們來看 你看 這麼漂亮 有沒有 你看這麼漂亮 這邊這個都是 這個是 這是這個香奈兒的一個標誌 那這邊是750 這是一個貴金屬的標誌 這邊是日內瓦的 這隻一隻一狗 這隻一狗 這隻狗是 好像是什麼狗吧 這隻狗 然後這邊寫750 你不要看喔 看起來有點模糊 這個很難喔 這個完全都是要用那個 他們公司的那個電腦軟體 打出來 相當難 是 非常漂亮 然後所有的鑽都是 精心挑選 真的啊 入手價多少 我的印象是兩百多 快三百 對 兩百四十五萬 對啊 定價是三百啦 對 因為我 我在他還沒漲價的時候 先買 然後就讓他 就等嘛 就等到他又漲價了 這樣子 但是這是用漲價錢的價格 買單對不對 因為我有先預訂嘛 可是沒有要起這樣 這樣帶了三個月之後的 這樣的珠寶表 價格我們應該也可以評估對不對 可以 沒有問題 而且這支錶 對 還是這樣 這支錶 它會 不斷地增值 對 那我們也來試試看 它唯一可惜的地方 是這支錶是石音錶 它不是機械錶 如果它是機械錶的話 那支錶的升值速度會更快 那我們也試試看 好 來 評估一下好嗎 請 現價 兩百萬元 還不錯 很值錢 實質性很高喔 而且它會慢慢往上漲 那佩姿再幫我看一下 那個 小燕 有問題 小燕 你很喜歡買那個 名牌的這些錶 或者是珠寶 對 那你有期待過說 它將來會增值嗎 其實沒有耶 我只是喜歡自己戴而已 非常好 這個概念就對了 你必須要知道說 所有的品牌 它都一定會有一個核心 譬如說 小燕 有它的核心是什麼東西 針織類的 就是衣服服飾 服飾類 向外擴張的話就包包 然後帽子 鞋子 在向外擴張 它做了什麼東西呢 它開始進入到金屬類的 金屬類的可能是錶類的 是 錶類的 珠寶類的 那這些東西 其實不是他們自己公司 自己真的成立一個廠去做 那個不是核心 那你如果是像那個 Vincryfield April 帆克牙寶 它本身是珠寶核心 帆克跟那個牙寶 是兩個合在一起 它本身是 珠寶是核心 後來把珠寶運用在錶類 是 因為我也會去參加這些 那個品牌的一個發表會 那我發現說